溫彬庸是名慧中醫診所院長 今集名慧診間 溫醫師毫無保留分析病況 將針灸、用藥、起居飲食和保健方法 內心引導讀者 認識中醫診療的觀念和方法 人沒有病的時候 不知道健康的可貴 沒有病的時候 不知道生命的可貴 疾病 是上倉給人的一種禮物 大家從來都不知道 好像拿起一杯水來飲 金芝麻綠豆的小事 是多麼幸福而值得感恩 直到如雷轟頂那天才是 生命充滿了新奇 點點滴滴的喜悅和幸福 我們都視而不見 理所當然地錯過了生命中美好的每一天 一位正直壯年50歲的男士 師傑順利 是從事冷氣工程的高級技師 一天開車十八個小時都不累 一天開工十幾個小時都不睡 就好像個無敵金剛那樣 他也是老闆的愛將 一棟棟大廈的冷氣設備 在他的競業專業中 都如期完成 而且品質還贏得客戶的口碑 這位高級技師 每天清晨都有外出運動的習慣 是一個秋風送爽的清晨 技師一如既往 天蒙光抹 沒有帶帽就出去運動 回家去廁所的時候 竟然左搖右擺撞到門 走路不穩 就好像喝醉酒那樣 頭暈得一陣陣 自己覺得很不妥 就馬上到醫院看急症 經過檢查 醫生說 是頭頂大腦梗塞 要入院和要連續釣鹽水十天 釣鹽水釣到第七天的時候 技師覺得療程都沒有什麼反應 原本很清晰的眼白 變成黃色 覺得很不妥就堅決出院 出院之後 種種問題就開始浮煙 用手插碗吃飯都插不穩 個人還會搖搖擺擺 家人抓綿羊仔載他 他都坐不穩還跌落地 他不服輸竟然開車 但是行車方向就整天偏左 還撞到柱 結果以後就不敢開車 吃飯和喝水的時候 左邊口角會漏 說話的時候 口唇向右竅 左唇無力 左眼視力模糊 有重影 家人見到都很緊張 四處打探明醫 這位精英技師 還包咬頸 只是相信細醫 對中醫沒什麼概念 也有點鄙視 但是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長來探病 向他推薦了一位中醫 根本沒看過中醫的技師 被病折磨到心情抑鬱 頭都大了 家人苦口婆心 經常催他去看 就連他催毛求癡的姐夫都開到口 雖然很不情願 也很質疑 不過病了那麼久都不好 就試一下吧 病發第九天 這位生得健碩的技師 出現在診所 還有他姐姐 老婆和兒子護駕 技師雖然有病 黑眼圈很深 但是對眼就好像鷹 掃射 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 問他東西 他不是怎麼回答 有個老婆在旁邊補充 經過望民問切 懷疑他除了中央腦梗塞之外 又老的微絲血管 應該有少部分腦出血 為了爭取黃金時間 要用針灸才會快 雖然他不是很願意 但是給老婆是敢嚇 唯有硬著頭皮 皺著眉頭 開始進行針灸治療 我在他的前額 向百會月施了三針 之後他較為接受針灸的時候 我就開始針對他的問題 好像幫他通腦血管 讓他血液循環好些 以及針對他說話不流利 動作不平衡 飲水吃飯漏出來 左眼模糊 關節不靈活等等的月位施針 透十天每日針 之後一個星期針兩次 同時開藥給他佔服 特別盯觸他小吃寒涼和水果 因為會阻止血氣混合 還有嚴禁冰冷食品和飲品 運動的守則就是日出而作 日入而飾 順應大自然規律 天黑的時候 陽要入陰 而天亮之前 所有動作都很以洩陽氣 運動流汗的時候就要抹 最好就穿薄的長衣長褲 好大汗的時候千萬不要喝冷 口渴的時候 要細淡細淡慢慢喝水 不要一次過冠 運動量就是在運動之後微微出汗 全身舒暢就是最適合 身上流汗 身體還是很熱的時候 要先抹一件外套 等體溫正常之後才可以洗澡 而且還要洗暖水 不可以沖冷水 針了第三次的時候 這位技師臉就開始有笑容 雖然還是怕針灸 但是就覺得自己有進步 身體比較輕快 就很心急上班做事 針第四次的時候 就自己開車來看 他說已經可以用手拿杯來喝水 很順利 沒有在口角流出來 是多麼快樂滿足 感謝上艙 感恩 是最快速的治療特效藥 針第十次的時候 技師很驚訝說 他好像恢復了正常 眼睛已經看得很清楚 不平衡的情況完全消失 只不過就容易累 做四個小時就很累 左邊口角力度更差 要繼續針灸 針第二十次的時候 公司派他出國接工程 暫時不在國內 我就吩咐他 將我針灸的月位 每天都按摩檔保健 不夠兩個月就醫好 結束整個療程 本節目是由明慧中醫診所 溫濱容醫師 博大出版社贊助播出